- 孫可芳近日一共是電影 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 單元喜米貝入圍台北電影節最佳女主角 對此她也特別發文分享自己的入圍心情 文中寫道 第一次入圍電影節真的非常開心 也非常感謝當時自己回到南部休息 突然收到經紀人的訊息 禁止了幾分鐘才回過神來 去年拍攝該單元前的一個月 突然昏倒在家 還撞破額頭 因此縫了十幾針 不過擔心大家會擔心宣傳會失焦 所以就沒有特別說出來 在這個過程中 自己感受到家人朋友們的愛 男友劉冠婷更是立刻北上照顧她 還帶著自己不斷回整 經紀人也特別為她煮了熱湯 朋友們送來各式各樣的補品 在拍攝醒飛的過程 受到大家太多的照顧 謝謝導演、編劇 也謝謝最棒的夥伴冠婷、國一哥以及阿迪哥 能夠參與到這樣 每個職位都非常用心的作品 自己真的覺得非常的幸運 我莫也提到 雖然母親節已經過了 但還是能夠把這個溫暖的作品 送給天上的阿嬤和媽媽 這是最棒的禮物了吧 貼文一出也吸引許多圈內好友 分分留言現場祝福呢